记住我们,我们会和大家跟进的 好,这个时候就交给Apple Hello,Apple,你好 早晨 今早有什么市场焦点 其实今天可以先留意 就是美股方面的一些经济数据 这个星期来说,都有多少数据 继续左右着大市的一个方向 其中市场研究机构就公布 美国5月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的中值 由初值的50.5,向上修正至50.7 略低过4月份的中值 亦都是09年9月以来最低的 不过另一方面 ISM公布的5月份制造业指数 就由4月的50.8,上升至51.3 这个数据就显示 上个月的制造业 连续第三个月扩张 加上就是油价的跌幅有所收集 都令到美股止跌回升 不过市场上仍然观望 未来会公布的一些就业数据 见到美股三大指数 收市的方向也不是太大 跟大家一起跟进一下 见到道指和标准普议500指数 收市都是升2点 而纳指是升4点的 再看上去 就是要留意这份的喝皮书 联储局公布了最新一份的经济报告 当中就是表明 自上一份报告以来 就业情况是持续有所增长的 工资也有轻度增长 大部分地区的物价是轻微上升 新报告当中有很多次都提到 就是色度和温和这两个字眼 形容当地的经济是缓步增长 喝皮书当中也有提到 来自12个联储地区的报告 显示 多数地区经济有温和增长 很多地区消费者支出 都是有小幅度增加的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油价方面的走势 见到纽约7月旗游 昨天曾经低见 每桶47.75美元 后期也见到跌幅有所收窄 收市是报到49.01美元 跌久未先 跌幅大概百分之0.2左右 跟进一下就是 是较早收市的欧洲股市 不过看到三个指数都要下跌 其中伦敦Fizz100指数 收市报6191点,跌38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跌58点, 收报10204点 回到本港 由上星期开始 大家继续对着深港通这三个字 有无限的憧憬 今天也看到有本地的传媒报道 最新根据来自监管机构的消息 短期之内会有事情发生 有业界人士更加透露 港交所人士其实在上个月 已经曾经暗示 今个月和下个月 这两个月就是公布深港通的高峰期 不过看回港交所发言人的言论 他们就重新 暂时还未掌握 经过监管机构批准的 深港通时间表 不过技术层面之上 就是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预计就是当两地的监管机构 正式宣布深港通之后 两地市场大概都需要 三至四个月去准备 看起来就是一些股份方面的消息 外电就有引述消息人士说 谷歌Google就是尋求配售 持有的三亿多股的联想集团股份 每股作价就是4.56至4.62 比收市价就有折让最多月 大概4% 今天也可以留意澳门博彩股的板块 上个月的澳门博彩收入 按年下跌9.6% 跌幅就是超出市场预期 看到这个板块当中的股份 昨天的跌幅也比较大 另一只可以留意的股份 就是翠华控股 发了刑警 预期截至3月底为止的年度日理下跌 翠华就是2012年上市之后首次的盈利倒退 集团就说全年盈利下跌的主要原因 因为就是内地经济增长放缓 本港的零售业衰退 内地旅客下跌 再加上就是本港餐饮业 在承受租金成本和劳工成本的压力 其实看回翠华上年11月已经公布 将集团的总部搬到攜充 管理层就说有助减低租金成本 不过看到今次也是发了刑警 不知道股价方面会否受到影响 Piggy 一会儿的时间交给你和嘉宾 继续跟我们跟进住制外围股市和港股的情况 好 谢谢Apple 好 这时候我们就请出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嘉宾就是 支付证券资产管理部 联席董事 庄志豪 Hello Eric 你好 早上 Maggie 早上 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打给你问股票的话 应该打哪个电话 是呀 如果打回电话的话 可以看回1872238 打回来支付封的月线 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Eric也看到的 好 Eric 我们先看大市 市场焦点的时候 大家都说了 6月有很多事发生 美国加息 英国公投 说了很多次 短期的 是否落在昨晚的学皮书 和星期五 美国公布的就业报告上 对啊 对啊